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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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的音賊 姑娘 你不要說話 在下在此是情非得意的 我在這裡 真是甚麼都看不到的 是 我誤闖禁宮 孤原是死罪 我死不要緊 但是剛才在這裡 抹躍更衣的貴人 每個人都受到牽連 為了保存皇上的顏面 統統都要刺死 你也不想 我刻意蒙著雙眼 就是表明我沒有看到他們 我對你沒惡意的 但我現在放開手 你千萬不要叫 娘幹甚麼 你是甚麼人 說來話長 姑娘 你可不可以再幫我一個忙 給我回房子拿一件披風 是, 貴人 你呀 為甚麼這個時候來找人 小心被人看到 你放心吧 我看我沒有人才來找你的 我一定是你著想的 你呀 只顧著你侍衛領的人頭吧 幹甚麼 你知道的 我為了你 可以連命也不要 不過這樣 我這個人頭 你舍得被人砍出去嗎 你別這麼怨氣了 你為甚麼突然來找我 我收到消息 皇上今天分牌子居然回中你 就來見你了 幹甚麼, 哭了嗎 當然了 這三年來我們狼情接意 不是說我們的將來 我真的不捨得你侍衡皇上 不知道是真情還是假意 不是吧 跟我一起這麼久 還不知道我真情還是假意 真的不知道 是呀… 就算這次皇上肯重恨我 也不代表我得重 所以 這次是你千嘴難逢的好機會 你要好好把握 只要得到皇上的重恨 你就是貴妃 到時候榮華富貴 就向之不盡 現在沒事了 你可以戴眼罩 甚麼事 好似有人見到我們 好似有宮女見到我們 那怎麼辦 不用怕的 我想他聽不清楚我們的樣子 別管太多了 你先回去見禁宮 在這裡等我應付 那你小心點 這麼久還沒出來 蘇武大人 剛才有男人闖入後宮 全令所有帶刀示威準備守宮 是 青郭貴妃貴人回避 帶刀示威奉命守宮 青郭貴妃貴人回避 搜 糟了, 我們被人發現了 周圍都在時尾怎麼樣 怎麼會弄得這麼大的事 我們冷靜點, 別亂自己的陣腳 怎麼冷靜, 真是怎麼樣 站住 大人, 我是上衣房的洗衣服工女 要拿衣服去洗的 上衣房? 現在上頭吩咐守宮 我們要搜查你的車, 打開它 大膽, 裡面全部有貼身衣物 怎麼可以隨便搜 公事公辦 唐傑, 你搜 我搜? 土兜這些好像不太刺激 你們搜 不行, 高佬很邪的 對了, 我們還要倒兩搜 最後一清, 你搜 又是我? 快點吧, 不然你搜誰搜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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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沒有就去其他地方搜 是 去那邊 是, 真是… 滾血酒果然有神效 朕還喝到三碗 朕現在覺得全身有如萬馬品騰 龍貞虎猛 皇上人中之龍, 當然天生異品 任何時候都龍貞虎猛了 說得好 皇上龍貞虎猛… 夠了 朕突然覺得今晚戰意高昂 可以辭聰沙場 龍貞虎猛 來, 過去看看 臭貴人是甚麼模樣的 看著 臭貴人念華雙拾 懶犯桃花, 念如觀慾 幾夫勝雪, 有關內第一美人之跡 甚麼 皇上 參見皇上 皇上吉祥 今晚瑞貴人未能前來侍奉皇上 瑞貴人 榮公公, 帶本宮尋見皇上 原來瑞貴人今晚身體抱養 看來也不可以去乾清宮服侍皇上了 我有甚麼病 皇后得知瑞貴人身體抱養 立刻命人奉上當歸凳血 演到瑞貴人宮中 讓瑞貴人保保身子 皇后恩典 瑞貴人還是快點回宮好好休息吧 我不管, 我要見皇上 瑞貴人 皇上今晚無論如何都不會重恨你 瑞貴人身體有病 萬一傳染給皇上 恐怕瑞貴人也擔當不理 瑞貴人 你也無謂辜負皇后一番心意 皇后的心意我心靈 但是今晚我奉子服侍皇上 我一定要向皇上請安 皇后娘娘統出六宮是中非殯之手 瑞貴人也無謂不惜時務 違背娘娘意旨 請瑞貴人回宮 奴才該死, 是奴才大義 瑞貴人他病在身 根本不適合翻牌子 是奴才失職, 奴才死罪... 皇上 小安子一時糊塗是不對的 但是本宮統率後宮 也不應該讓這件事發生 責無旁貸, 甚至同樣有罪 奴才該死... 閉嘴 老奴是自己知道他該死的 引力, 拖出去斬 皇上開刃 皇上請息怒 奴才開刃 其實是瑞貴人福薄才無緣侍奉皇上的 神妾知道這樣做是好處皇上的雅慶 不過後宮皆厉無數 其實除了瑞貴人之外 還有其他的貴妃 皇上吉祥 婉貴妃, 容貴妃, 德貴妃和賢貴妃 四位都是皇上身邊才德兼備的妃嬤 是有責任侍奉皇上的 皇上龍體安康, 乃是大清萬民之福 至於隆重更影響大清萬世昌盛的基業 所以侍奉皇上的妃嬤必須千挑萬選 小心謹慎 別再說了 臣妾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皇上 和大清社職而為 請皇上名鑑 請皇上名鑑 好, 你們個個都是為朕好 皇上名鑑, 皇上名鑑, 皇上名鑑 出了皇上的安全, 起來吧 來 小心點 多謝姑娘在危急關頭 還肯相信在下 那我見玻璃頭的時候 你又不閃又不避 真是蒙著眼睛, 我才相信你 幸德姑娘明察秋毫 沒冤枉在下 你可以解開布戶了 你...你還沒下樓賤架? 原來是你 真是冤架老窄 在下高升是皇上的士讀 這次是程非得已 才進後宮的 還沒請教姑娘芳明 我叫余依, 是那小宮女 我剛才說是不是 打得你很傷? 不要緊 你打下樓賤架的任賊 應該比較重 對了, 你進後宮幹甚麼? 說來話長 不過我可以發誓 絕無非分之想的 真是不想說, 那不想說就算了 那我先回去做事了 你自己小心點 告辭 蘇陸奧大人 怎麼樣?找到藏工的男人嗎? 沒有, 還沒發現 你們分頭再搜 是 你先回宮吧 是, 貴人 你不用擔心 我已經先發掣人 唯有男人闖的後宮 沒有人懷疑我 對了, 你這個時候 應該在侍奉皇上 為甚麼你會在這兒呢? 其實全都是一場把戲 根本都不當我服侍皇上 最後只會老死在宮中 永遠都不會有出頭的事 怎麼會這樣呢? 老兄, 你別走, 出去 老兄 老兄, 你在哪兒呢? 老兄, 你告訴朕 為甚麼朕想重行的貴人 一個也重行不了 老兄 老兄 高先生, 我拿金蒼藥給你 高先生 高先生, 高先生 你是甚麼人? 來吧, 玉姨, 別走, 死了, 死了 放手, 救命, 走開, 走開, 走開 玉姨 高先生, 我打暈了淫賊 淫賊?快點點燈 這次你真是水洗都不清了 他對我意圖不軌, 我打他不對嗎 你知不知道他是誰 下樓賤街的淫賊 你闖大禍, 他是當今皇上 皇上? 無犯皇上是死罪的 一人做事一人當, 打給你殺頭 那你真是不知道他是皇上 你來這裡是為了拿金蒼藥給我嗎 那我打傷了你 今晚的誤會特別多 無論如何也好 剛才在後宮傳救你出手相救 我高聖無論如何也不會見死不救 行了, 這裡我會處理的 不行, 如果我走了會連累你的 我… 快點, 這陣子儘量不要露面 高先生 走… 好痛 皇上, 你醒了嗎 高聖, 扶枕美心… 來 為甚麼朕會在這裡 小人, 要不需要幫你找太醫 不用…拿蛋過來… 不是, 朕明明記得有個女子 還穿著公女服 不可能… 公女這個時候不會在這裡出入 那倒是 高聖, 為甚麼你的頭和朕一樣 被人打破了 不是, 小人扮好翻牌子之事 太高興了, 喝多幾杯 酒量又不好 醉紛紛失足就撞到頭了 你酒量那麼淺嗎 喝多了就是這樣 皇上也是喝了酒 是不是又跟小人一樣失足撞到頭了 我明白了, 酒能亂性 皇上這個時候你們應該 一心是跟歲貴人共度良宵的 誰知道, 歲貴人有病又不能夠嗜口 又加上三杯綠血酒, 自保自養 皇上難免不時想起女色 只有這樣的錯覺 聽我有道理 不行, 不行, 不能想事 一想事就浸了頭很痛 小人不送皇上回寢宮休息了 多好, 反正頭那麼痛也想不到 奴才守衛不利 令皇后娘娘及各非殯貴人受驚 奴才應下令嚴家看守 以確保後宮的安全 請皇后娘娘恕罪 對 後宮有男人闖入, 怎麼做成體統 究竟是甚麼能夠膽闖入後宮 我們當場抓不到人 因為奴才有所顧忌 每天去寢室逐間逐戶去搜 要不是的話, 或許會有所收獲 不過奴才又怕會把這件事罵大 你認識顧全大哥, 做得非常好 此事關乎後宮的清語, 絕對不能張揚 更加亦不能不了了之 一定要查清楚明白 奴才務必盡快將可疑男子緝 三天之後 你一定要讓本宮有一個交代 以功報過 還有, 此事不能張揚 更加不能讓皇上知道 要不然捉路龍顏的話 別說你們 就連本宮也難以脫罪 奴才謹遵娘娘意志 那你還不快做你應該要做的事 奴才先行告退 是 小安寺, 本宮還沒問你 皇上翻牌子為甚麼會翻到碎貴人 娘娘, 奴才真是不知情 但是牌子上的確是碎貴人 奴才當時都手足無措 這個狗奴才真莫容 幸好本宮動息先機 派人攔截碎貴人 要不然碎貴人現在服侍著皇上 娘娘英明… 英明有甚麼用 剛才你也看到了 本宮帶了四大貴妃 想安撫皇上 但是皇上仍然龍顏大露 大動脾氣 老財該死… 今晚真是多事 本來一直持之以行的方法 結果一夜打破 後宮又有男人藏入 不過無論如何 本宮以後都不會再被後宮出事 你還來幹甚麼?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今晚真是多事 你會遇到那位宮女也有 好想我先發責人 向皇后稟告有男人出入禁宮 就算她說出來,我也可以置身事外 不過無論如何 要盡快找到那位宮女才行 免除後患 你這位宮女才行 你這位頭髮真香 我知道你想甚麼 聽榮公公的口吻 應該是皇后有心阻攔你 不過不要緊,來日方長 將來你一定有機會服侍皇上 說真的 我真的捨不得你服侍皇上 人家根本就不想了 你只有心裡,只想服侍你一個 我當然知道,我何嘗不是 不過這次這件事不簡單 皇后有下令我徹查這件事 為安全起見,我們暫時不要見面了 我不可以沒有你 在宮中,我根本悼日如年 你放心,我說暫時而已 有機會我會來看你的 對了,你看我帶了甚麼給你 你的宮中是道日如年的 有了這些五石散 就可以幫你暫時忘憂了 我要回去殖班了,你自己好地休息吧 不要走 乖,有機會我會來看你的 天啊 天啊 我會來看你 我會來看你 不可能睡醒一覺 仍然是這麼勵勵在目的 早醒 早醒 皇上, 小人在此 你在上面幹甚麼? 下來 是 高盛 朕反覆思兩個 朕的確是被人搏襯的 皇上, 你今天精神不振 昨晚當然睡得不太好了 當然睡得不太好了, 頭那麼痛 但是頭越痛, 朕就越肯定 朕的確是被人搏襯的 皇上, 但是昨晚你的確喝了很多酒 傻瓜 朕的酒量那麼好 區區幾杯綠血酒怎麼會那麼容易上路 不是, 朕不記得 我是被小宮女搏襯 小宮女? 對呀, 有多少小宮女呢? 叫她出來就找到了, 是嗎? 宮中宮女一千上萬, 就等於大海撈針 而且昨晚小人為皇上查探翻牌子的事 已經弄得後宮罵出有男人出入 皇后正在查探此事 我怕未找到宮女 才找到我這個闖宮的男人 那你也說得有道理 更何況朕被人搏襯這件事不能張揚 不可以明查而已, 可以暗房 高昇, 就交給你去辦 公中宮女那麼多 我又沒見過皇上口中的宮女 從何查起呢? 放心, 朕自有辦法 莫默 朕怎麼說, 你怎麼畫 一定會畫到她出來的 還站著 聽著 鳳眼修眉 朱膽鼻 鵝蛋唸 肌膚姓白書 修髮如流雲 還有, 笑起來有個小酒窩的 皇上 是 請過問, 豈有此理 朕容得這麼清楚, 你畫這種東西給我 不是這樣嗎? 我以為這個女子竟敢攻擊皇上 一定是窮凶極惡, 女生惡男相 朕見你畫, 不是你想 想想, 再畫 紅眼修眉, 豬膽鼻 鵝蛋唸 還有, 笑起來有個小酒窩 不是這樣, 再畫 再畫 不如這樣 怎麼樣? 鳳眼 豬膽鼻 櫻桃小嘴 恭請皇上翻牌子 皇上息露… 皇上息露… 你們兩個狗奴才給我聽著 朕決定了以後, 專心玩雜文 玩練舞, 不玩翻牌子 奴才真命… 果然比本公猜中 龍眼真露, 真不是華錦易可以平復 娘娘, 那怎麼辦 皇上不再翻牌子 那是關乎全宗接代皇族的開枝殺業 你呀, 只會在這裡大呼小叫 其實本公這樣做, 也是情非得意 可惜, 皇上偏偏不明白 本公的苦心和難處 娘娘這樣做, 無非是為了皇上著想 以後, 皇上一定會明白娘娘的苦心 皇上他性格剛烈, 一視三刻 他怎麼也不會霸入 現在還傳出有男人在後宮出入 皇上也不會霸佔 究竟是誰這麼大膽 高先生 這個女孩子怎麼這麼熟臉 她不是昨晚在後宮 把我收藏在衣物的小宮女如意嗎 就是她救了你一命 為什麼你要畫她出來? 總之說來話場 因為她沒見過皇上 她就錯手打破皇上的頭 現在皇上要我畫她出來 冒犯皇上是死罪 高先生, 你不是打算把她交給皇上治罪嗎 如意於我有恩, 我怎麼會見死不救 但是又不能夠欺君 現在唯有望她不要被皇上遇到 是誰讓你進來? 對不起, 水鬼人 我聽見有聲音 所以進來看看有沒有事 就算我死了 就算我死了, 也沒有人關心 臭小子, 那個腰囊還要不要嗎 多事 是 本宮記起, 前幾天有個侍衛來守宮 我想是那時候留下 你幫我拿回去侍衛值班房交給他們 給誰? 到時候會有人應領的 還不去? 老闆告退 再買… 買… 姑娘, 新來的嗎?找哪兒去買 我們這裡每個都英明神武 是來找意中人嗎? 我們只是交了一些東西 請你說話尊重一點 真是夠牙尖嘴尼了 我最喜歡, 夠辣了 我們身為宮中侍衛 必須嚴守紀律 怎麼能出言調戲呢? 我認得你 是嗎?我也認得你 原來是來找周日清的 怪不得人家就突然加人這麼好火 是嗎? 不行了…我們出去談吧 是嗎? 是呀, 他們這幫人厚化化 但是沒有惡意的 謝謝你 你這個人也挺見義勇為的 其實要謝謝你上次幫我 不是, 是幫高先生 你也是他的朋友嗎? 是呀, 是呀, 你別到處走 高先生說皇上四處在找你 是呀, 我想我的事一定令他很煩 那也不會 對了, 你說有事要交下 究竟是甚麼呢? 是呀, 宮中有個貴人 叫我把這個妖狼送來這裡 他說你們守公事留下 這個妖狼公事… 你們在這裡幹甚麼? 你們兩個事事私語不知秘技 像這樣已經犯了宮中的禁忌 蘇樂圖大人, 我們沒事的 大人, 我只是奉命把這個妖狼送還 麻煩你墨歸原主 大人告退 蘇樂圖大人, 我們真的沒事的 他只是奉命把這個妖狼交下 還不準備換班? 是 是 你終於來了 我不是說我們暫時不能見面的 你用洗人送一把妖狼給我 你知不知道很危險 不是這樣, 我又怎麼能見到你呢 你太任性了 你知不知道今天送一把妖狼給我的宮女 就是當天撞破我們那個 既然天哪能見到她 只給了機會我解決你一件事 你幹甚麼?你沒事嗎? 究竟這件事何時會完結 我不可以再等了 我… 我有了新人 我們不可以再留在這裡 萬一被他們發覺 我們只有死路一條 不如我們走吧 你先冷靜點 我們現在不能輕舉妄動 你等我先想個萬全之賊 為甚麼倒了這麼多桶熱水 水還沒暖 高姓呀高姓 你現在才知道 倒水給你沐浴 這些功夫真是不簡單的 以前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現在芙蓉走了 如意又不會再露面 但以後還是要衝動水量 好… 高先生 如意, 是你 我不是叫你不要四處走嗎 我就是怕你有事 所以就過來看看 如果你讓皇上看到 你就不得了了 你等我一會兒 我換件衣服出來見你 你是不是還在 是呀, 我是不是妨礙你 我不好意思, 真是 每次你來, 我都在那裡沐浴 不用不好意思 你當我是芙蓉就行了 你怎麼跟芙蓉呢 你有恩於我 上次我闖入後宮 幸好你冒險救我 得人恩過千年紀 這個恩我銘記於心 但是你這個恩人又惡死又喜歡罵人 還動不動就會打人 那倒是呀 說起來頭髮還有點尺尺 老兄 老兄 皇上, 小人正在沐浴 老兄 在穿衣服 進來吧 行… 皇上, 久後了 不搞不搞 怎麼樣, 這麼幼香無辱 朕叫你畫的畫畫好了嗎 就… 真是畫好 十足十, 就是他了 朕就是給他打暈了 皇上, 其實這幅畫還沒畫好 好, 行了 有了這幅畫 朕一定會找到他出來 不妨礙你了 不給人 皇上, 走了 這幅畫是皇上叫你畫的 我真是不小心 怎麼能把這幅畫亂放 你是不是生我畫這幅畫 皇上要你畫, 難道你可以不畫嗎 不過我真是擔心他會憑著這幅畫 去捉拿你 我真是有打皇上 如果要怪罪的話我自己會承擔 告辭 真有其人, 難怪朕不覺得見過他 皇后吉祥 臣妾參見皇上 免禮 謝皇上 皇上, 看甚麼看得這麼入神 那些是軍機署送過來的 車大炮陶室 皇后這麼晚找朕有事嗎 沒有, 近日臣妾見天氣乾燥 所以特地命人 做了你喜愛的清心丸給你品順 好… 好… 嘗嘗 好… 看是皇上口味 好… 不是不喜歡嗎 對, 不知道為甚麼呢 朕最近在口味有變 以前喜歡吃甜, 現在想吃甜 臣妾真是大意 竟然不察覺皇上有所轉變 不過如果皇上還是為了上次翻牌子的事 不高興的 不如臣妾選一批新的… 不用了, 真是少了沒有 這些貴人 朕的意思其實是說 翻牌子有損健康 朕最近勤了練舞 發覺人都精神了 以後決定呢 就每晚勤於練舞就不用再… 但是皇上… 行了 不用說了, 皇后你也習慣早寢 早晚了, 早點回寢宮休息吧 那皇上也要早點休息 甚至告退 關門 正所謂 妻不如妾, 妾不如皮, 皮不如偷 真是至理名言 你還在那兒幹甚麼? 這對香囊叫做文森球 裡面分別有你和我的法師 你的歸我, 我的歸你 我已經身懷你的骨肉 雖然我們不可以明正言順做夫妻 但已經有夫婦之實 為了我, 為了我們的骨肉 你千萬不能離開我 我們夫妻情深意中 這對香囊一定要貼身帶著 就算暫時不可以見到對方 都可以賭蜜詩人, 你看一句詩句 思羅有夢, 蒙山就映如意碎 翹木緣托, 彼翼連枝, 牽情縮 願生生世世永不分離 以後這對盲心球 就將我和你緊緊扣在一起 永遠都不分離 去, 今天到此為止, 跪安 走… 皇上今天好像很急, 是不是有重要的事 接著要處理嗎 不急 太平成勢, 他們走來走去就是三腹皮 不過你也說得對 朕的確有些事趕著要做 高聖…你看一看… 今天有甚麼特別 皇上, 好像很沒精神似的 所以說你不懂事 正所謂福有詩書氣自華 朕昨晚一夜不免研究古詞古詩 你不覺得朕今天特別有氣質嗎 厚天高天, 探古今情不盡 痴男怨女, 可憐風月寨難上 好懼, 好懼, 可惜天下之人 只知遺君之樂, 不知遺君之苦 朕雖然後宮三千妃笨成群 但從來都沒嘗試過 男女間招私無叛之情 是她, 是她令朕明白到 何謂相思之苦 是她, 令朕明白到 世間情是何物 無論如何, 朕一定要再見她一面 皇上, 後宮那麼多人 找到的人不是那麼容易的 況且她是小宮女, 無名無姓 又不可以大挪大鼓那樣 所以說你, 船頭驚鬼船尾驚賊 怎麼做大事 找人而已, 朕自有妙法 皇上, 這樣做會不會過分一點 一點也不過分, 你看 一放炮的人嚇得雞飛狗走走出來 那朕就在密德佳人方中了, 是不是 不過這樣似乎有點勞思動眾 所以說你做大事一定要夠果斷 夠決絕 不過話說回來, 為甚麼還沒見她呢 讓我看看 依人何處密方中 想不到朕出動到神龍大豹也沒用 天意如此, 皇上也不要太強求了 強你的頭 難道朕和他真是有言無憤 請 站住 請 請 請 我鬥心不在 閒著此我方可發言愛 如沒有天賜休暇 誰又會知怎放開 你莫羨慕被遇用 也許最後是場夢 沒有貪偉想領功 妄想跨諷有成龍 若似乎天重獻威風 也許最後被遇弄 季節風生得痛 不堂甲骨